年始攻略地调开播但却意外大热,剧中的乾隆帝继康熙帝和四年雍正帝后,成为了清宫剧中的一代男神。 那么今天咱们的这一组图足,就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乾隆帝到底是什么模样,图被身穿潮服的乾隆帝,此时的乾隆帝正处于青年时期,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,乾隆帝长得十分清秀,有种清工具,偶像小生的即适感。 有一种说法,乾隆帝从小就藏的眉清木秀且极其聪慧,深受康熙帝喜欢,该说法还断正说康熙成为给雍正,主要是想让乾隆接白,图被青年时期乾隆的画像。 由于是画像的原因,每一幅画出自不同的宫秦画师之手,从而容貌上做不到百分之百一模一样。 但从这些青年时期的乾隆画像中我们可以确定,青年时期的乾隆帝的确确是眉清木秀,图为乾隆帝容装图,经常从马背上的天下,乾隆帝接收大清江山之实,实际上经历康熙的武制,雍正的文治后,四海之内已是一片生平。 在处理好雍正为完之公古周叛乱后,乾隆通过改变经济政策,实现了所谓的康熙盛世的全盛时期,突围乾隆帝一剑双路图,乾隆从小洗得马术、剑术,但一剑双路明显是比较假的,比起其摄数乾隆在诗词歌府上明显更胜一筹,毕竟其一生写过约四万多首诗,当然,背后是传送未经典的却是一首也没有。 图为平安春仙图,该图是由清代著名的画师郎雪宁一大,丽人所画,画中描绘的是清代雍正帝和青年乾隆帝,雍正和乾隆在这张画像中君身主汉服,画像中的题字,为乾隆七十二岁时所提,写真是宁善,会我少年时,若是颇然者,不知此是谁,短短数语包含了对光一人善的感慨,除了晚年中的乾隆, 该画描绘了乾隆帝身着一身汉服坐在沙水之间,岸上背着笔梅纸箭,为乾隆作诗重古至景,图了晚年中的乾隆,提身着一身汉服,在关于乾隆的画像中,提身着汉服出镜的数量很高,图了彭丽雪景形乐图,该画为老师宁与清宫公秦画师合作完成, 画中描绘了乾隆带着中毒皇子,在新年中,在公园中玩耍的场景。 感谢观看